中国大陆如果你说这个高科技的话呢 这个航太太空 这个现在呢真的是飞天了速度 我们今天来讲一件事 这是在今天呢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这个是吉利所支持的这个时空倒雨公司 他们呢发射了第三批卫星了 那事实上他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建造一个由将近6000颗低轨道卫星所组成的星座 说这个就是巨型星座计划 有人说这个是SpaceX的星链的中国版 但是当然事实上里面的内涵未必尽相同 但是呢概念其实是相近似的 那么今天呢其实看到在山西太原发射中心 是由这个长征直火箭成功的发射10颗低轨卫星 那这个星座呢现在透过最新发射 现在包括30颗的卫星了 覆盖全球9成的区域 那么提供24小时的通讯服务 主要就是要做宽频为主 我先请教一下赖老师 所以在今天我们就看到啦 又是一个好消息又是一个利多 坦白讲我觉得其实有点讽刺 因为你知道中午好像就是一直发射 然后又回来 发射了又回来 就是说都是一直很顺畅 但是在明天呢 大家注意哦明天呢 我们台湾时间大概差不多接近中午的时候 那个Starliner要回来了 但是呢是Starliner回来 但是人回不来 那两位呢还回不来 因为什么安全考量不敢载人啊 今天我们却看到的是又发射成功的一个利多消息 我们当然希望说Starliner能够顺利的回来了 因为但是他们现在也没把握了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它所泄露的氦气啊 还剩下多少他们也掌握不了了 空船回来如果出了状况 那如果整个燃烧掉 然后不要降在这个人愁密的地方都还好 那至少把它这个废弃掉了 人保住为主啊 但是中国大陆有提出 这个中国版的星链计划 而且比马斯克的目前的星链还要强三倍 马斯克目前是5500枚左右 那中国大陆要打出15000枚 而当时所设定的目标 就是在2030年 现在是2024 六年内要完成 还有六年 六年内要完成 然后第一阶段里面6000枚 就是说在2027年的时候左右就要完成了 所以您看 这样的一个计划 民间的企业都已经参与 所以已经开始执行了 这个主要我觉得还是受马斯克的这个启发了 因为马斯克的星链确实在乌克兰战争中 在很多偏远地区 它呈现出它强大的通讯能力 而它通讯能力越强 宽频的能力越强 它的商机就越大 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些高科技公司来说的话 它觉得我已经能够掌握这个技术 我也有这个资金 然后我也能够募集到这个天使资金 我现在有这么多的发射场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发射场都建设起来 当初为了要满足发射场的需求 海上的发射平台也建立起来 那这样的情况 不是只有在陆地 是在海上也可以 是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发射平台比以前多了 丰富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满足民间商业的需要 民间商业他们也可以承揽外国的企业 他们的委托或是合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太空计划 这个就像欧洲的太空总署书长所说的 中国的太空计划每一步走得都很扎实 他们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步是走不好 也没有一步拖延 我觉得这个就代表中国的太空 在这个部分里面的是 真的是雄心勃勃了 美国压力很大 马斯克压力很大 因为马斯克说我也要发展到一万多美 那也就是对马克思来讲 马斯克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现在是美国的大选期间 他当然也要全力的来强调 在民主党在拜登的领军之下 做的都是对的都是福国利民的好事 比方说他们的推动清洁能源 所以就说现在我们要继续的来支持 这个清洁能源政策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如果你是在这个清洁能源的政策底下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获得一些补贴的 可是刚好他去这个学校去参加了一个所谓的试驾活动 驾驶这个给他开的这个车是什么车啊 他是驾驶福特汽车 福特野马电动车 福特野马电动车开着开着好像很开心啊 你看到这个美国财长叶伦啊 这老奶奶啊这个面带着笑容 好像还挺满意的啊 坐在这个上面啊很开心 但是呢他怎么讲 他还本来警告 说你要是取消这个清洁能源税收抵免的政策的话 要小心可能会让正在大举投资清洁能源 关键行业的中国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抢得先机 反正讲来讲去 坐的是美国车想的还是中国对不对 结果呢他坐着这款福特车 这车的电池被路透的记者抓包了 这里面还有中国的成分啊 所以换句话说 根本无法享受到法案税收抵免政策的资格 这顿时有点糗大了 是不是这样呢 请教介大使 对这就是中国电池无所不在 你以后讲任何话先查一下 坐电动车先搞清楚再说 那他为什么这样讲呢 事实上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竞争对手 川普他最近公开讲 我上任以后要立刻撤除废止 拜登政府有关电动车的各种奖励措施 他没有说就是说完全禁掉了 禁掉这个电动车 他说我就把你的奖励措施通通 所以叶优是去维护现在拜登政府既有的这些奖励电发展电动车的相关的这种补助措施 他讲这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 可是他就没有提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在禁止中国相关的 就是说中国车中国电动车是完全不整车 可是你要用到你的电车系统用到中国的相关领组件的话 你也不受这种奖励措施 结果好死不死他就等于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那个展示汽车那个Marsen那个很有名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跑车里面电池就是中国元素 排除不掉 排除不掉 非用不可 排除不掉 他哪一天他跑到美国加州某个地方做那个 做那个公共汽车 发觉里面根本就是整个是BRD进口的 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制造现在美国是无所不在 你现在美国现在要把什么振华重工的那个龙门调把它禁 美国港口通通在那边反对 对我营运成本已经很高了 你还要把这个这个振华重工的中国制造的这个龙门调把它禁 你不是断我深入吗 所以我看搞不好真的我在猜啊 是不是福特汽车故意搞那台Marsen 去封刺一下叶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喜欢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